電影《我的少女時代》當中 飾演歐陽非凡的李玉璽 第一次演戲就演到破譯的國片 知名度也跟著大開 一連他接演了兩部影視作品 其中一部偶像劇 二作劇《之吻》 還挑大梁飾演主角江直樹 其實李玉璽也有個有名的爸爸 也就是他的唱片公司老闆 那就是李雅銘 但是讓李雅銘驕傲的是 有一天在外面被叫李玉璽的爸爸 每個少女的青春裡 都有一個這樣的男孩 謝謝 《我的少女時代》裡 飾演校草歐陽非凡 李玉璽第一次演戲表現亮眼 人氣跟著飆升 大開她的戲劇之路 他進在那邊練天氣 真的耶 你會覺得我們坐在這邊 很像變態啊 不會啊 只有你像變態而已啊 我是陪你啊 你啊 扮演學生演出自然流暢 李玉璽在影師圈找到定位 本班的江直樹同學 受邀請攤官 中央研究冤務理所 大強子對壯界研究計畫 我們請江直樹同學起立 大家給他鼓掌 於是第一齣偶像劇就成了男一 演出外冷 內熱的江直樹 李玉璽的心路看起來幸運 卻也逃不了這樣的批評 不是發專輯讓我緊張 比較是出道讓我緊張 就是因為有爸爸這個光環在 就會 我怕 很怕 就是因為爸爸 所以我所會的東西都變成理所當然 沒錯 李玉璽有個有名爸爸 是歌手 也是明星搖籃的李亞銘 從小被音樂勳陶 直到高中確定志向 前往美國加州進修音樂 2014年現在勢在必行二 出世提升 Vinters never ever been so lonely 唱片公司老闆就是爸爸李雅銘 就怕被扣上靠爸的帽子 活動上不能感受 父子倆微妙的保持距離 就是不太容易做這個 為什麼 家教聖言 就是從小 我覺得是小時候的教育吧 誰教育你不准哭 那一位老闆 比先任何啊 我曾經在車上跟他講 跟他道歉他說 爸我當初找他那句話忘記 爸爸要收回 對 因為我也 正宗的也有跟他道歉 是說也許我們不見得 在過去的經驗當中 適合現在這個年代 所以我覺得也許那一句話 在他小時候經營他的潛意 是對他的影響 成為李雅銘旗下歌手 李雨喜2014年 也發行了第一張專輯 熱情的爛摩 變成爛靜的衝動 這就是無語的驅動 展現搖滾細胞 展露頭角 吸引歌迷頂著艷陽追星 不管天在我天落身邊 一起享受在他出現的身邊 李雨喜用音樂展現他的企圖心 不會用我的方法來擁抱難受 請你放下去旅行 回頭的愛情才美麗 因為這張專輯 此曲全都由自己創作 個性比較是不太會 跟別人講心事的人 對 所以就藉由寫歌 我得到一個發洩的出口 第二張專輯同樣全創作 李雨喜用才華跟表現 走出自己的路 父子倆也更能同台 好爸 你別偷看了啦 你又看不清楚 他有一次喝醉突然跟我說 有人跟我說我是李雨喜的爸爸 就是你已經不是只是莉亞敏的兒子了 然後他覺得很驕傲這樣子 那個時候就是很開心 然後也很感動 家裡面跟工作上要很清楚 加上他本來就不希望揹著我的包袱 所以其實從一開始就盡量給他空間 把青春和些回憶都唱成歌 給未來的我們聽著 李雨喜正直青春 對於未來的期許卻很成熟 只求自己越來越進步 因為演戲我覺得 真的我要學的東西還很多 那就希望就是 至少在工作人員面前 我會是一個稱之的演員 身為新二代的李雨喜正銘 即便訂著新發的光環 只要肯努力有實力 還是能走出自己的路